如果是新闻,你答应是否则破产保护 这个申请来说,简单来说 美金债还得到就还,就是还不了 简单来说,现在债仔发烂,不还的了 但是没有很下场的 没很下场的 就是说是否被他复杂了一笔 老实说现在恒大是资不体责的 他的资产就算他用现在的时间卖出去 有好新闻帮他接货 他也还不到他的债务 他在各个地方包括中国 申请破产物只是时间问题 他可能间不时找到 我记得之前有中东那边财团跟他买了恒大汽车 50几亿 但是人们就说会不会有救 你知道中东很有钱的 现在沙地的联赛 全世界的球星都被他们在挪置 说非常有钱买的 但是我想说50几亿真的不够恒大 你后面加多两个零都没够 这些太少数了 对于恒大的负责来说 税银一样 所以是没得搞的 这个只是开始了 我相信也下了一些指令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阮阳 在上个星期日 其实他也没有还美元债的息 是 我相信 这个是有 就是他们 固自然他们可能很多都已经是 盖不住了 就是 三只盖就盖10个锅 怎么盖就盖不住了 但是他们会先盖了什么呢 可能他们也会先盖了一些 内债的 反而你外面的那些债 可能有些指示就是 不还的 一概不还的 那么 大家近段看到 例如碧桂圆的债价 都很离谱的 只剩下原价的5% 就是你买100元的债 你现在只是值50元 都反映了在市场上 所以 基本上所有的内房 都是一个 就是他们所有的 衍生出来的资产 包括股票 包括债券 其实 在现阶段 真是碰都不碰 是的 千万不要傻奸奸 现在走去 贪便宝反弹 或者是 给人水 你去买一些 相关的产品 因为 迟早变费字 是的 是一年还是半载的问题 嗯 那它破产保护 能不能被恒大 是怎样有一线新机 没可能 没可能的 你想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例子 你买了恒大汽车出去 然后就 套现50几亿 首先我觉得 中东财团已经很给面了 但是恒大汽车 你那个 出车的量 少到这样 你都肯给50几亿 真是给中免了 但是 对不起 就算给中免了 那50几亿 真的不够你用了 就是它资不抵债的状况 太严重了 而 重要是 就是我们现在只得到一个面数 那个面数就是 你资产的 账面值 什么意思呢 你 你这个账面值 就是说我昨天只剩一百万 你一定买了一百万 是现在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还在下跌 是的 你还每一个月还在还息 你的债务可能在增加 你的资产还在下跌 就是说 它现在资不抵债 是超过5000亿 是的 所以我刚才说 为什么加两个零呢 就可能觉得 谈谈 是的 但是这个只是面数 所以你说申请破产保 这些走程序 走程序 大致上每一家内地房地产的发展公司 特别是 所谓民企 就是没有央企背景的 死硬 是的 死硬 因为 他们做的杠杆基本上 没可能在现在 中国的经济市里有很多增加 是的 这是必然的事实来的 那只是早死 辞死 还是 就是 我刚才就我所说的 究竟是半年还是一年后死的分别 死的意思呢 你可不可以说 他死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总之他是搞不定的了 搞不定结果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签盘 就这样 签了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关闭 那你关闭还是不关闭 你的债贷啊 你的楼啊 那些 你要影响一大片的 那怎么办呢 还有你又想到不是恒大 还有碧桂园啦 碧桂园和恒大是中国的房地产 市场的两个龙徒来的 没犯企议 现在好像碧桂园和恒大又被 恒指公司 那些铁出蓝筹啊 现在好像落罪了很久了 针对 Lucy刚才说得好啊 是不是倒闭呢 是不是整间建业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共产党不可以让你倒闭了 你倒闭就是 你写了整件事 整件事归零了 但是 喂 你欠了很大的数字啊 大哥 如果你现在倒闭了 那么 例如我中国银行 我原本借了多少千亿 给恒大的 就立刻落导了 那年他就正亏洩几千亿了 因为你倒闭了的话 你不会还到钱了 你不会还到钱 就是 我那几千亿的债务 就连账面上也没了 那么就立刻落导了 这个就造成 那个 就真的是银行危机了 所以呢 共产党是不可以让你 说倒闭就倒闭的 你死人你都要冻住恒大的牌子 我不管你 是的 起码账面上 我不需要落导 这些是小小会计上的事情 是小小会计上的事情 但是 李世文先生 我也跟他在第二个台上做节目 那么他的评估就可能是比较像是会发生的真实状况 就是他会变成一些僵尸企业 什么叫僵尸企业呢 其实僵尸是什么呢 死了 就是死了 就是死了 但是他的形体又继续存在在那里 有空又会出来弹两下的 是的 就是不知道越完定越缺的时候 就出来弹两下 就是你会一直会看到这种局面 在日本90年代 很多这些僵尸企业 就是所谓的那些大到不能倒 日本也有的 那些企业大到不能倒 但是 就是政府又不可以让他倒 但是他又救不回生自己了 是的 那怎么办呢 就又没有新钱肯投资给他了 是不是 我买你的东西最多极限 如果你还有东西值钱的 买起了你的东西就OK 这样 但是还能不能借到钱呢 现在在外面申请破产 还能借到钱 没可能 这个世界完全没有这支歌制唱 发不了债 发不了股票 因为他们现在基本上那些股票 都占价到不得了 他再卖公司的股份出去 都不值钱 他没办法囚集一个新的资金 去重新撒起公司 所以就叫做僵尸企业 在日本曾经的90年代 迷失10年 都发生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相信 内地房地产公司 将会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但是 共产党不让他们爆还 让他们爆 实际上也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因为他们资金链断了 你僵尸公司也好 你不立即落保而已 不代表还得起钱 你原本欠了5000亿中国银行 你现在能够取得起5000亿出来 你能够取得到 那问题就来了 我刚才只是说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可能底资够口 是不是顶得上 但是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其实 今天的题目是说 会不会是金融海啸2.0 会发生在2023年的中国 大家可以去看一点 少少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背景 其实现在中国已经销到 Face 2了 Face 1就是房地产 那个市场出现了问题 他们过度的杠杆 令到他们 现在的资金链断了的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 Face 2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中殖 出现就是中庸 中殖 大家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不代表他们是世间 只是大家会接触到的 他们是什么呢 其实这叫信托 信托是什么呢 其实是给有钱人做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例如 我是哪个干部的 我现在拿着多少个亿 那我就去找信托 我现在拿着多少个亿 我一年就想要700厘回报 你帮我搞个Trust 那就叫信托 所以我们就不会 我们这些凡夫俗词 就很少用到的 多数就是什么干部 或者是 富二代 红三代 官四代 他们去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 他们爆煲 面临的 他们就当然可能 他突然怎样给你六七八厘回报 中国没有息 你给我多少个亿人民币 中国又没有息 我又要给你多少个息 我要去 做一些投资 他们多数就会做一些 债 甚至乎透过 可能在股票市场那里 去做一些 然后 去 去赚钱 或者是透过 投资 一些房地产的项目 就是以前好景的时候 我确实 说行吧 我原本就找 就是我可能 我拿着你的钱 我找到10厘的 给你六七八厘 你另外的那些就是管理费 就是这样做 现在他们爆煲 就是Phase Two 就是 大家2008年开始 听过那些名字 但是可能过了这么多年 大家不会很记得的 就是雷曼兄弟 那些这样的事 开始回到来 到了第三步 就开始会货消联盘船 第三步 银行 和保险公司 刚才我说到 中值中佣那些 其实 我和Lucy这些 是不是 只有一万几千的 就不会用到的了 老实说 是不是 但是呢 银行保险 总会用到的 银行保险 他们买一些理财产品给你 或者他们自己 拿了你的钱 银行你存钱进去 保险拿了你的 保费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都要做投资的 不然他们怎么赚钱 那他们买了什么呢 才是个问题 是的 他们有多少 的exposure 是在内地房地产的债务 他们的股票 等等呢 刚才说债务 碧桂圆 100元只剩5元 如果 你现在和他拿回钱 就是说你和银行拿回钱 你和保险公司拿回钱 喂 100元只剩5元 我怎么给你 中值就是这样爆煲而已 喂 你现在我拿回了多少个亿 但是我100元只剩5元而已 现在只剩几百万而已 一亿都剩5百万而已 我怎么给你呢 给不了 所谓爆料 但是如果这件事 牵连到 就是银行 和保险的体系 就exactly 就是08年爆到最金的时候 大家当时看到 花旗银行 Citibank 股价当年 高位跌剩3% 就是100元跌到3元 我忘记了exactly 它的高位是多少 但是它只剩3% 保险公司那些 A字头那些 是要政府帮忙救的 当年美国政府是怎么救呢 它拿了一万亿美金出来 买了垃圾债 你防利美防泰美 什么春夜债也好 我全部给你买了 是的 用这样子 你不怕 是不是 因为你现在有钱 就是我用原价给你买 那你有钱 那你就可以 令到金融 是很运作 但是他说 喂 那美国政府哪有这么多钱 是一万亿美国很多的 那他当时就是做了QE 梁华宽 就是印银子 是的 他这样支付的 那现在中国面对这个 我形容做金融海啸2.0 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好像美国政府那样 拿一万亿美金出来 去买垃圾债去打购呢 如果中国政府手头上真的有一万亿美金 其实要更加多 我稍后再说一下 真的有这么大笔钱在这里 OK 是的 但是如果你要透过印银子 就不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印银子的话 那会怎么样 人民币会大幅贬值 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印银子 人民币真的大幅贬值 那就更加走得快点 如果我现在拿着人民币的拿瓦 先沽下去 就会引发雪球效应 当你人民币现在是有秩序下跌 当你人民币是没有秩序下跌的时候 这个就是共产党最害怕最害怕的东西 因为 这个就是那些津巴布韦 委内瑞拉 或者近代 大家经常听到阿根廷 经常会出现的事情 就是 你那个货币那个币值 大幅贬值底下 其实会引发那个 大幅的通胀 也会引发社会同党 这件事是会很打击到共产党的执政 上面 那个威顺 就是 很简单 今天买猪肉100元斤 如果我告诉你 下个星期200元斤 再下个星期300元斤 社会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不行了 我直接要买一大堆猪肉 摆在冰箱里面 这个社会是运作不到的 即是在极端的通胀之下 是运作不到的 但是如果人民币大夫的贬值 就会造成极端的通胀 所以 这件事 是不容许的 简单来说 是不容许的 如果美国真是有这么多现金的 假装 怎会不够啊 即是 他现在 现在都不是 都不是小事的 大佬 现在你青年西月率 讲三四五十个百分比 是吧 如果你真是够到的 真是拿得起钱出来救的 怎会不够啊 那个问题在哪里 或者怎么够 美国在礼拜年示范了一次 他们也不知道 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个钱 没有这个钱 那 所以如果没有新的一个资金流 他就会硬吃了 等你变僵私企业 然后就像日本那样走完一个 很长的经济衰退周期 别人说了三十年 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你就会幻想到 中国经济就可能会过着三十年 一个僵私状态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 而爆煲的东西 大家在未来半年 是预计了 即是在2023年 不要说半年那么久了 还剩四个半月 是的 四个半月里面 六十六有来 是吧 因为一定有 不同的企业丙 你无端端在恒大 有不知多少亿 两万多亿 还不了 你想想有多少企业 无端端在 我原本就预认你有钱给我的 然后就没有了 那可能那家企业 不只是跟你恒大一家有生意的 我下面还有很多 可能我做银行的 我有很多存户 是不是 那存户来拿钱的时候 他没有钱拿 因为你恒大欠了那家银行钱 银行就 就是拿了那些存户的钱 就放了恒大的债券 是不是 那现在你恒大 你逼桂园没钱还了 那我就没钱给你存户了 那你的存户就好像现在 中值系那些就说 如果你不 付钱我导致死 这些 这样的维权 这些活动 或者是 这些爆雷 在未来这半年 大家会 每个礼拜 都会收到 这个是几可肯定的事 因为 那个债务规模 实在大到 太厉害了 不止 一万亿美金 救到的事 因为 零八年到二三年 是每一年都有通胀的 就算中国也好 也有通胀的 当年的美国 要用一万亿 就不代表你今天一万亿搞得如何 是的 还有 你仍然是免费 你暗压底会不会有一些 你知道吧 中国 你借到一百亿的人 总会有一些贪腐的问题 你未必是 中间可能已经 黑扣了二十个亿的 走了 变成美金 不知道在哪里买别墅 那钱根本就不存在 在中国的经济体系里面 因为它变成一家 在美国的洛杉矶 不知道在哪里的 别墅 那你那 那二十亿就是 账面上 但是现在就不存在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多少呢 今天我们没有人估计 但是这个规模 多可肯定地是大于 美国当年 需要的一万亿美金 而 今时今刻在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政府 可以这样 可以 买 你讲到美 就是给我听我的感觉就是 它 无论怎样 它都救不了中国的坚值了 共产党是没办法救的 那你讲回中融中借系统 再去国务院下 下面的企业去国企 你说它都救不了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信息 可能大家都明白 高盛就在那里抛售中国的股票 抛A股 抛到六成了 甚至乎有十天之间的八天时间 全部在那里抛 不买的 所以整个国际环境都太坏了 中国经济搞不定的了 这个感觉就是 经济就是天下为中天了 现在搞不定了 正常的 就是高盛有份抛 高盛也经常被人问的 就是被中国政府指着 他说你不要再沽那些股票了 但是 大家出来炒的嘛 我也有沽 高盛怎么会没沽 傻的吗 有钱找怎么不找 傻的 那投资市场就是这么现实的 你要告诉我 就是 我刚才分析的东西 在整个金融世界里面 连过去两三个星期 其实个个都是在说同样的 你知我知 那些基金当然都知道 那我现在不沽你 等什么时候沽你 另一个我 饱受沉重沽压的 其实就是 香港的那些地产股 都是 备受沽压的对象 但是因为当然 他们的规模小一点 所以就未陷于爆煲的状态 就是我看到大家 过去几天就很容易分享一张图 就是说 你那些 内地房地产的 现在恒大和碧桂园 然后就列出大家的负债比率 你香港有两家都差不多负债比率 是不是快就死了 但是我想说 恒大 负债两万多亿 香港最大的那家 我不记得了 最大的市值是多少 是不是新地呢 现在 可能还是新地的 2000亿而已 是不是 差一个零啊 不要说负债啊 只是那个淨资产 差一个零啊 是不一样的 是的 香港会不会可以逃过一劫呢 是没有可能的 是的 记得做金融海啸嘛 什么是海啸呢 海啸就是全世界是四围涌的嘛 是个个都会中的 中大还是中小而已 是的 都可以预示到的 因为在全球高息的环境下 其实没有一个市场的合影 就是说大家借钱的成本越来越多 就是高息 你放在银行收息当然好 但是我借钱的成本越来越高 很多生意 是要靠借钱去做的 很多投资是要靠借钱去做的 以前我有些便宜的钱 以前是接近零息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客户 可能你给一厘就借到一大块钱 那我在股票市场获利很简单 我找到股票5%回货 我就只吃你4%了 现在不是的 我借钱了8厘 我找一只股票赚5% 我到时要3%给银行 这样就不行了 是的 大家都做不到 所以 爆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那时候那个度火线就在中国了 中国就先写了 在去共干化的过程里面 就先写了 但是 香港 或者是其他的市场 可不可以完全地不拾身呢 在这个海啸那里 坦白说也没什么可能 因为近代 一个这样的金融危机爆发 很少是 单一地区 就可以完成那件事情 经典例子是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那原本 你叫亚洲金融风暴嘛 你的名字都写了啦 那关欧洲关美国什么事呢 但是最后原来不是的 因为金融世界都是一个圈来的 就是大家钱都是走来走去的 最后原来都会烧到一点的 但是当然啦 那个镇央就在亚洲了 那今次的镇央就在中国了 那么 基本上越多跟中国联系 的国家或者地区 他们承受 那个 震动 就越大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预期的 反而是 有些国家可能是会受益的 例如大家可能最近都说了 印度 可能很多制造业就会 被印度抢了 很多高科技的行业可能会被印度抢了 低端一些的可能是柬埔寨越南 但是当然了 我也没办法的 如果我想说 我觉得印度很前景 我最多是找到两个ETF 其实我都找不到什么 爆去投资印度这个市场的 但是 大致上的大小就会这样行 但是 这次会怎样引爆呢 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 去关注的 因为 很少有个这么封闭的经济体 是会爆发金融危机的 这个 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见过呢 我都 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有 所以我都 经济学书是在讲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所有理论都是建基于 那个经济体是开放的 我们应该是有些自由贸易的 等等 资本主义原本是有些前切的 但是 中国的封闭的经济体 如果他在经历一个正常国家 要经历的经济衰退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究竟 会发生什么事呢 真是没人知道的 可能宇宙大爆炸 我跟新界没得比 所以大家就密切关注着 每一集我都是这么说的 就是 留意你自己的资产背质 留意你家人的那些 例如你有爸爸妈妈 在银行那里经常打电的 你看看他会不会 买了什么 因为大家如果零八零有几亿的话 香港也有一帮人是输了很多钱的 包括一些知名人士 是的 他们就是 无端端买了一些 雷曼兄弟 的相关的产品 是的 所以 大家要小心 大家可能 以前就会觉得 什么债券基金很稳责 但是你要想 看清楚 你买了什么债券 是的 如果你买了碧桂圆的债券 那就 不是好事了 是的 所以就 留意自己的资产背质 留意你家人的资产背质 有没有可能 现在买了一些债券 或者什么的 但是 现在你说的这个事实之下 都不是那么安全 我真的兑现了我的钱 放回家床下地 会安全一些呢 香港就有得好的 就是你香港买理财产品 你买一只基金 这样才算 他要披露的 他要披露 他头十只 持得最多的资产 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要看 是一定看到的 你懒了去看 那就没办法了 sorry 所以 为什么我说 大家如果 要趁这段时间 还能走得掉的 去看看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中国是不用的 就是说你中国 你买一只基金 他不用披露 他买了什么的 这个就是那个分别 所以为什么中国 会爆得厉害很多 这个就是那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预计最后 你香港会不会 也有部分人中招呢 如果我参考了080的例子 似乎都会有 似乎都会有 但是 那个规模挺大的 我评估的规模 未必太大 因为 内地房地产 债 或者是公司 对于香港人来说 不是陌生 是的 就是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心知不明 那么 除非有人刻意误导 或者隐瞒 如果不是 就应该爆的规模 应该是大的 反而是 你说 可能那些公公婆婆 会不会拿了很多的领钱 领钱 现在都风声学类 那么 会不会那些问题大一点 可能会 但是那里不会输了 就是你输極 现在不是高位六成 你都是输四成的 碧桂園那些是你讲的 输95% 没得够 所以那个 我想就是那个规模会有分别 你刚刚讲的 就是大陆的建制 可能会有30年的僵尸时期 到来 那你又讲金融海树 如果真的在大陆引爆的话 那个时间点会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几个月之间 如果真的是爆的 我相信就是这半年 是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 烧到Phase Two 整个 如果我们参考一下 2008年 那个时候有 它的背景 其实它实际上有2007年那时候开始烧起 第一间开始 其实是英国的态分机构 是的 由2007年 他们9月 就开始还不了钱 但是你说 喂 是不是现在开始 由2007年9月 数到当年 当年 2008年 那个时间 就要那么久呢 其实未必因为它已经爆了一阵的嘛 现在已经烧到Phase Three 就是信徒都买了 那么去到Phase Three 多久呢 我评估了半年之内完成 是的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约约约约约 又会看到那些什么深圳中科建行 拿不到钱 限制你拿钱 或者是甚至乎你现在 我听说 那些行家说的 你现在在香港 那些 内人 你要拿人民币 以前你开户口的时候 说得很口爽的嘛 说你香港又拿得了 中国又拿得了 说就说 开户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现在不让你在香港拿人民币的 如果你在香港你要拿人民币 估计然有限额 它不让你拿 它叫你去中国拿 就是 是这样的状况 你又评估一下 它无端端没有你又要给你一些麻烦 当然有些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就要真是知内情的人才知道 但是 这些都不是好的笑头 如果大家是有些资产 是配置在那些位置的话 那自己小心点 那这爆发的程序呢 大家可能就是那个过程 第一是扭爆 恆大 逼务员在爆 第二是金融 是那个信托 中融中借都在爆 下一个你觉得会不会 那个秩序是什么呢 大家留意着银行 是不是保险公司 是不是这样 那个秩序会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这些民众如果知道 这个是 那个程序是这样的 所以我留意着 什么新闻 我才可以怎么样保护我的财产 用回080的例子 第3个阶段就是银行 和保险公司 那哪间会爆 我不知道 我没有内幕新闻 但是 通常是你的 Exposure 越大 就是说Exposure的意思就是 每间都一定有买的 是不是 你的内房债当年 你赚到钱嘛 你的资金融没断的时候 你又给得起息 我当然会买你了 但是现在不是 但是哪间买得最多呢 是的 最大的问题是 他没有 他没有披露 我真的不知道哪间 买得最多 虽然你跟我说哪间爆鲜 我不知道 但是 用回080的例子 第3个阶段就一定是银行 和保险公司 而这些东西就是 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会用的东西 所以这些是一定影响最大的 你想很简单 如果我突然有一天的身家 现在没有了 我都不用钱 我都不投资 是不是 我都吓得傻了 所以正常人的反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所谓金融危机 或金融风暴 整个会发展的一个路线 而这件事是肯定在发酵 现在已经在发展的 已经 因为中值是爆 拖钱 不让人去熟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境遇 很少 以前多数是民企才会有事 是吧 中央企业 中央企 多数都会先保住你 但是当他们都不保 就是说你真的没有钱保 没有钱保 接着就等着爆 看看哪一间 是被人捉到没有钱 那间就先爆 所以我也是说 央企 共产党都不够 让它爆好 是没面子的 所以 阿巴再说它是 没有钱 没有钱 所以就不够了 另外一个 大家都知道 现在人仔 都跌得很厉害的 都不知道 你说有秩序被它跌 跌到怎么样 才不跌呢 所以这个大家都 不知道 前景会怎么样发 怎么样去 怎么说呢 走下去 是的 因为大家都 如果你有炒开股票 都一定知道的 因为 那间不时 人民币跌得太急的时候 就会国家队出来托市的了 因为它不容许人民币跌得太快 太急 因为它怕引起雪球效应 引起恐慌 所以大家如果炒开股票 就知道有哪一天 恒指反弹的时候 一定是国家队出来托市 就是托人民币 不是托你行 所以大家如果炒开股票 不是托你港股 但是因为港股和人民币的关联系数很高的 就是人民币如果升那期很厉害 港股多数都是好一点的 所以港股又会一起反弹 但是这件事也是有限数的 就是你有美金 估你才能够托人民币的 就是你买人民币 你要找些东西去买的 那你找些什么去买呢 一般来说最直接就是找美金 因为大家都用美金的汇价去做 那还有一个银机 就是你港股又联系汇率的 我不够美金去托的时候 我拿什么去托呢 港股就行了 那也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也是买了人民币而已 人民币不会明天变零的 也是贬值而已 但是不是一秒变零的 但是呢 另一个危机的酝酿就是 你不知道他找哪一家去托 他不会自己去托的 他不是又是找一些国有银行 或者买一些银行肩膀 给你教他 如果银行没有呢 最方便的是什么呢 每一家大行都在香港有分行网络的 那就是直接 港股 我不够美金而已 就是用港股换换成一样 因为你有联系汇率的 那会不会在这里长远 又铺了另一个问题出来呢 我不知道了 但是 不是很退路 特别是中广市场那个气氛 那个气味 对于一个 在投资市场里面 很生活的人来说 那个味道就每个人都闻到了 所以为什么这些对冲基金全部涌在中国 现在是这样在沽 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用 不只用脚投票 他们直接用钱去投票 就是我现在就是买你跌了 那样的 我管你恐吓我 我拿枪指着我的头也好 我就是要买跌的 要赚钱 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时候 大家自己小心这个资产配置 所以巴士说得对 因为大陆那个经济市场是不透明的 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大家也都感觉到中国那边的经济的金融的风暴啊 一定会影响到香港 但又不知道那条路会影响到有多大 因为它里面的信息没有披露到 是不知道 大家都感觉到市场 好像刚刚说的 闻到味道 大家都很担心很健康的 是不是? 是的 还有其实香港是小小自己忠了我头上去的 就是前几集我们没有讲过的 港交所不用再披露中国风险的因素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 你不是抄了 为什么你在香港那里买一些基金 以前觉得安全一点 因为起码他都要告诉我他买了什么 是不是? 为什么在中国那里买那些什么东西 信托、基金、保险危险一点 就是因为他不用披露他买了什么 那现在你说 香港也不用披露 长远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披露你个个都不会买的 唯有不披露 但是不披露难道有人买吗? 你不披露就是身有事 就是对于那些所谓我们叫smart money 那些真正聪明钱 不会因为你不披露 而就回到中国的市场 你只是斩脚趾被沙虫或者你割韭菜 割一阵有一阵那种做法 不是一件好事 那又是了 你又看回香港的运落 其实是这样造成的 为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要监管的东西你就要监管 没有监管就不代表那些人觉得你没问题 那些人只会觉得你身有事 而香港就是踩了进去身有事的那个位置 所以大陆现在好像以前 习近平说的那些楼不是拿来炒楼 而是住的嘛 所以叫他不要买那么多楼 现在好像近期有一些讯息说转方向 叫那些人买楼啊 就是那些人藏下的钱来买楼先 所以现在方向都变了 我可能都知道不是一个好的未来 大家都很担心啦 反正你有一些 不是说买楼就买楼的嘛 有需要才买楼的嘛 大佬我买楼是拿来做什么 拿来住的嘛 但是现在你中国 就是中国最基本的房地产的问题就是 它建出来的楼是多于需要楼的人的 是不是? 就是你很少让人移民去中国的嘛 多数都是靠内部的生育率等等 去维持住人口的增长 人口没有增长就不需要多楼 但是他不是的 你看到他建楼的速度是比他人口的增长更快的 那就糟了 就算我有钱我为什么会买楼呢? 我买猪肉不好 是不是? 我经常都说中国要救经济 他们很不喜欢听到通宿这个字的嘛 他们很简单的 我叫五封行明天的猪肉全部加价俩吃 通宿不存在的了 他们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全部都是国有的 所以如果你群众也今天有钱 你面对着的就是我日常要买的东西 会越来越贵 我在这个时候 我比如买一些日常要用的东西 我还买一层楼 一层楼又不能吃 我又没有多个人去住 是不是你那些空城啊鬼城啊 不是你炒不炒的问题嘛 以前大家都觉得明天会升的就不买而已 现在你说街边的阿姨啊都知道它在下跌了 那怎么会买呢? 从下底有钱都不会买在中国的楼 没可能 嗯 所以是疫情开了八个月的时候 看到大陆的经济没有上涨的 初入口啊消费啊全部都在下跌 现在通宿的优廉又在中国那里徘徊了 所以前景真的令人当优 阿巴赵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有些观众说打仗会不会打仗转移视线呢? 是的 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上一集可以听回我们上一集 其实我觉得美国那边是有暗示过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拜登总统说 Bad Fox 正如中国遇上麻烦的时候 他会制造一些 就是他会制造一些 就是他会制造一些 是的 那么 就是我觉得他是在暗示战争的危机 如果大家 所以这件事 真的有可能发生 我问大家想一下 如果当你习近平政权 他那个正当性 受到质疑了 那些百姓生活 文物聊天 是的 我救不了他 我没有钱 那我唯一能够做的转移视线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制造一个外敌 是的 这个就是打仗的原因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人好者就不会打仗了 所以 经济差 真的是 但是 最后会不会造成了一场战争的发生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而这一件事 未必是局部战争的 当然共产党的立场 当然说我打一场局部战争 最后会碰一碰一个金环 是的 如果结了这件事就算了 但是 这件事未必是这么简单的 是的 嗯 碰一碰金环 马祖 那是不是他们的收手 我打了战的了 我跟中央说 我打了战争了 我赢了 他今天马祖我赢回来了 就是你这么说的 就算你一开战 人家不会这么想的 是不是 你开了战 可能其他地方就加起来 大家一起打大一点 我感觉是这样 是不是 当你一本开始了一场战争 就没有剧本了 真的没有剧本 你看一下 我相信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其实他都没有想过 今天会面临办公 是不是 那么 你开始了一场战争之后 那个剧本就不到你写了 是的 这个就是那个事实 但是 会不会有一个战争的可能性在这里 我只能说今天 那个战争的风险是 比起可能两三四年前 看上去高很多 这个也都 美国那边 五角大楼 很多不同的专家会帮他们写这所谓 white paper 其实在两三四年前已经不停说了 他们不是说台海会不会开战 他们是说 假如开战的话 美军要多久才可以 所谓 准备好 可以开战 可以开战 他们是说那个日数 所以你想想想 如果美国在两三四年前 那些专家已经是不停的写这些white paper 去英国大楼讨论 其实如果 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不是大家想想中 说得好像离我们这么远的一件事 嗯